听听动人的歌声 歌唱选秀大赛一集比一集还要精彩啊 这一次让大家惊艳的是这位19岁的选手 她叫做邱韵怡 她用浑厚又独特的黑人般嗓音 让评审听得毫不过瘾 极富魅力的黑人唱墙 让主持人说仿佛置身在纽约的酒吧 现场的每个评审也都听得如痴如醉 我听到她的那种轻松 她的慵懒 她的自在 然后我很想继续听下去 而更有艺学系的学生为了议员唱歌的梦想 特地北上参赛 她的歌声和热情也感动了现场每一个人 就怕梦醒是一分两地 谁也忘不回这场分离 爱恨可以不分 责任可以不问 天亮了你还是不是 我的女人 我爱上的唯一 我爱上的瞬间 你所有姿态 就是喜欢 像是舞蹈的世界星天 19岁的大学生吴东汉 则是用青色的表情吸引了大家的目光 每个选手都各具特色 究竟谁能够让评审买单 就看他们的未来表现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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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